很快布兰达就找到了卡尔和杰洛之间的联系 在杰洛的私人物品中有一个女孩的照片 跟在卡尔房间找到的那张照片上是同一个人 于是布兰达传唤女孩到警局来问话 布兰达问了女孩跟卡尔的关系 女孩说他们只是在牧师的课上见过几年 连朋友都称不上 那张照片也不是他给卡尔的 听女孩的话 卡尔应该是在单恋女孩 之后布兰达又问他跟杰洛的关系 女孩说是他给杰洛寄的照片 因为他跟杰洛是比友 他们班里有很多人都给他写过信 因为这是他们的课堂作业 因为布兰达没有在杰洛的物品里找到任何的信 所以想看看杰洛给女孩回的那些信都写了什么 可女孩却说他把信都丢掉了 这些明显有漏洞的话偏偏老实还行 布兰达这种审讯老手一看就知道女孩在说谎 于是他申请了女孩家里的搜查令 结果在女孩的家里竟然真的没找到任何的信 布兰达不相信女孩会扔掉那些信 作为一个女人的直觉 他知道女孩非常的珍惜那些信 他肯定收藏在哪里了 于是他们来到学校要求搜查女孩的储物柜 果不其然信就在这里 布兰达从女孩的信里发现 他跟杰洛从案发前两个月开始基本上每天都有通信 期间两人除了互相表达爱意外 杰洛还经常提到如果有人能给他作证就好了 那他就能出去跟女孩在一起之类的话 但中间有两个星期两个人突然就间断了通信 警察查到在这两个星期里 女孩的通信轨迹是十四封信和四通电话 信主要是写给杰洛的母亲和他的叔叔 女孩还曾经给他叔叔打过电话 从信中得知杰洛的这个叔叔名叫史蒂夫 于是布兰达让人调查杰洛之前的犯罪记录 看看在同一时间内有没有叫史蒂夫的人也被抓捕过 结果还真被他找到了这个人 两人曾经被一起在同一个警察局逮捕过 看来这个人并不是杰洛的舅舅 而是他的同伙 很快警察就抓到了史蒂夫 他们发现这个人跟卡尔在录像证词里描述的一模一样 并且在他的车上还搜到了一把手枪 就是杀死卡尔的凶器 于是布兰达又找来了女孩 询问他是否知道史蒂夫这个人 因为他曾经跟这个人通过四次电话 可女孩却说他只是帮杰洛跟史蒂夫说他现在在洛杉矶 因为杰洛说史蒂夫一直在吸毒 杰洛想要见见他 劝他改变自己重获新生 布兰达又问了信的问题 因为很明显有两个星期的信不见了 但女孩不肯交出信 这让布兰达很头疼 这个傻女孩明显是被骗了 还在为这个坏蛋遮掩 看来解铃还虚细灵远 于是布兰达让女孩自己听听杰洛是怎么说的 来到审讯室 布兰达先是问杰洛他跟女孩是什么关系 杰洛说就是普通比友的关系 于是布兰达拿出了两人的信 看到这些信 杰洛只好无奈地说 因为女孩一直在对他表达爱意 他是因为怕伤害对方才不得不回应他的 可布兰达随即又拿出一封信 这封是杰洛写给史蒂夫的 上面说他其中一个女朋友找到了一个 可以证明他无罪的目击证人 名字叫卡尔 他还详细地描述出了男孩的样貌和住址 这与他之前说的前两天 律师告诉他他才知道卡尔的证词不符 因为这封信是在两周前写的 看来他其实早就知道卡尔了 之后信里杰洛还告诉史蒂夫 卡尔看到了他 并且会作为目击证人在法庭上指认他 从这些证据里 布兰达终于知道杰洛到底要做什么 这个杰洛可真是个心机爆 为了陶醉他做了一个缜密的计划 他同时跟很多个女孩通行 只要有人爱上自己 就会成为他的帮手 他先是利用女孩寻找一个目击证人 史蒂夫的样貌也是他描述给女孩的 而女孩为了救出杰洛 就跟仰慕自己的卡尔说了这件事 于是卡尔就按照杰洛提供的犯人信息出来作证 但卡尔只是一个16岁的男孩 他可能会经不住检察官的当面质询说出实话 于是杰洛就给史蒂夫写信 告诉他有这样一个目击证人正在指认他 作为杰洛的同伙 史蒂夫因为害怕一定会去灭口 之后等到警察查到他跟女孩的信里也曾经描述过史蒂夫的样貌 这样就会让卡尔的证词更加可信 不得不说杰洛这一手玩的真是又阴又狠 不仅利用别人的感情 伤害无辜的性命 还出卖了同伙 听了杰洛的话 女孩终于醒悟 也交出了剩余的信 就因为他的愚蠢 不仅自己被人利用 还间接害死了卡尔 这种悔恨将会伴随他的一生 而这件事的另外一个参与者神父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世间的善与恶分界限并没有那么清晰 有时候善心发错了对象 就会成为恶人手中的剑 让更多无辜的人受到伤害 而拥有一双可以辨别是非的眼睛 才能让我们的善用在最合适的地方